中国人呢喜欢经常 讲什么叫四大 四大什么的 把什么东西就称作 评出什么四大什么的 四大文明国 喜欢把一些什么东西 评为四大文明国 或是什么四大明珠 什么四大美女 一般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都想以四 来并列一些什么事物 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习惯 中国文化习惯 好像有四大美女 四大名珠 四大文明国 国际上未必是 当然说是四大的话 国际上平 也可以来评判这么四大 今天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说世界上 正在目前人类的 或者说世界的 直颠上的四座城市 或者说是代表人类发展 就是目前发展的 秘书品的最高的四座城市吧 如果说以中国人的思维 四大来 四大来很好 是吧 四大城市 世界四大城市的话 那就应该是什么 一般来说人是有三大都市 世界三大都市 但是我刚才加了一个都市 我所加的 按中国人的习惯 四大的话 那就是纽约 伦敦 东京 洛杉矶 四大 这是世界四大的都市 前四名的都市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呢 这个应该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争议 应该来说 你是世界上最重要 最引人注目的 最引人注目的 最有吸引力的 综合实力 最强的这几个城市 是吧 那首先是纽约吧 纽约我们也去过 很多人也去过 有些人可能没有去过 纽约呢 应该来说 是美国首区的世界大国 对吧 美国首区一直的超级大国 那纽约就是美国的 美国的精华能作地 对吧 那美国你想想 这个 纽约有好多的这个 既是旅游城市 世界的联合国总部在纽约 所以纽约应该是 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纽约好像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本地人 绝大多数 可能 反正是绝大多数 你比如说 十个人当中 可能一半以上 也不是纽约人 都是世界各地的人 所以纽约又被称为 世界的十字路口 纽约也 大家都耳熟们能详的 联合国 自由女神像 帝国大神 世贸中心 对吧 罗克菲勒中心 还有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自然历史博物馆 大多会博物馆 还有什么中央公园 白老汇 白老汇时代广场 是吧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 这些非常有名的 很多东西都在纽约 纽约可以说是国最繁华的 尤其在纽约的曼花顿的地方 什么华尔街 是吧 因为让人感觉到 那个他周围的建筑 都特别的高大 而且古老都是那大历史 罗马式 希腊式的那种建筑 让人感觉你走 自身其中 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是吧 这个 所以纽约还是挺有那个气派的 纽约是 就是世界四大都市之首 世界四大都市之首 之所以我们把洛杉矶也加上 因为是 因为美国独特的 这个美国的 如果说是美国和这个英国 日本分享 就是各一个城市的好绝症 那就没有显出美国的 美国的强大 美国的强大与富裕吧 对吧 因为美国呢 实际上应该来说 不能说是只有一座城市路线 最起码还有洛杉矶 纽约和洛杉矶 美国能占半壁江山吧 半壁江山 对吧 就是最 其实你要再往扩 不说四大的话 你要再往扩充的话 那美国就入围的城市更多了 美国还有一些城市也是 都有世界性影响力的 那我们就讲美国最 我们一般中国人就像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 那也说到美国就像 纽约洛杉矶是吧 纽约洛杉矶 纽约洛杉矶第二大城市 然后还有那个英国的伦敦 英国伦敦 纽约洛杉矶我都去过 住了好长时间 但是英国伦敦到现在没去过 但英国伦敦呢 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呢 应该是处于怎么说 他上里都在东半球 都在西半球 但是他还是整体来说 一个是极东地区 一个是极西 就处于欧亚大陆两侧的国家吧 而且这两个国家 英国和日本 一点像都是岛国是吧 英国是工业革命发源地 那过去 在美国在兴起之前 英国是大英帝国 是世界老大 伦敦应该是当时世界最文明 最开化的一个城市吧 伦敦到现在没去过 伦敦前不久 前几年时候搞的伦敦奥运会啊 伦敦还是现在美国人 对依然很多人也愿意去 英国去发展啊 如果说除了美国本土之外 就是那愿意去的 可能就是英国伦敦了啊 伦敦的设施 和纽约都非常像 是标白的 就是整个在全国 而且伦敦的可能在整个英国的比重 比纽约的在比重还要高 因为英国小啊 伦敦大都市区 可能人口也过千万了 伦敦没有去 反正也是反正在英国 是取足亲共在英格兰地区 伦敦的也有很多的 这个建议也有很多的名胜伎啊 你比如说白金汉宫啊 是吧 还有什么大奔中啊 西敏寺大奔中 还有英国的叫是啥什么 英国的伦敦的还有啥 英国伦敦还有一个大英博物馆啊 大英博物馆 世界四大博物馆啊 这里别说 这世界也有个四大说法是吧 四大博物馆 四大世界四大博物馆 世界四大博物馆 一个就是啊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一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一个法国的 那个叫啥 不是那个叫啥 卢浮宫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是第四个就是说 是那个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 埃尔米尼什什么博物馆嘛 还是说是中国的故宫博物院 中国 那个俄罗斯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名字比较长 就记不起来了 中国的这故宫博物院的话 就得分两处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台北的啊 反正如果说是 埃尔米塔什 对 俄罗斯叫埃尔米塔什 埃尔米塔什 那个跟埃尔米塔什 比起是前三个 还是稍微 名气要小一些啊 如果说你说四大 对把俄罗斯加起来 如果说是五大 那就可能把 中国的故宫再加上 或者说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四大中 就没有俄罗斯的 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啊 反正我们就是话说远啊 反正伦敦 可以答应博物馆 那个馆藏 方面可能不亚于 美国的这个什么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啊 之所以没有把法国 巴黎加深 以法国来说 法国比起美英 这些来说的话 美国英国来说 好像重要程度 还要再稍微 加一度 当然反复是文化制度 但是就是 整个西方的 这个影响力来说 像伦敦和纽约和伦敦 肯定是 排名前面的啊 排在巴黎之前的啊 综合实力 巴黎可能主要是文化上面的啊 但是他没有英美的那个 因为因为西方世界主要是 以英美为核心 英美的核心当中的 现在的文主是美国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英国 就是日本的东京啊 东京 东京的话应该来说是 就是除了西方世界的话啊 在亚洲的这么一个大都市吧 当然也就是说香港 新加坡 但是我们要是说 在全世界影响 东京影响力 还是更大一点啊 因为东京的他规模也大 一段时间是东京是三千万人口 就是东京大都市区 包括几十个城市 总是呢 包括附近的是奈川县 什么横滨市啊 啥都在东京那片 是吧 但是东京的他的那个 嗯 东京的那个 曾经的人口 南国的人口是最多的啊 有差不多三千万的人口 居住在东京都市区 就远远超过美国 纽约约可能就是 反正小一千没到一千了啊 八千百万 在有一段时间 东京的就是 是国民生产总值啊 东京地区的 创造财富的总值 要超过 后来纽约超过东京啊 所以东京的话 他是从人口上 不说面积 从人口上肯定是 可能是还是超过 其他的一些啊 其他一些世界很多 城市上啊 而且东京的 还有经济高度发达啊 日本的就像韩国 韩国的可能一半的 这个人口都计划在首尔 韩国你看他五千万人口 那首尔就有将近 就两千二三百万人口 就将近一半人口 在韩国首尔啊 日本也是 日本就一一点二四亿吧 差不多三千万 比例比韩国低点 但是也是整个就是 东京是全国的中心啊 那在全世界也是就 这个是比较不好 经济中心啊 时尚中心 东京我去过啊 但是去过几次 也没怎么去转啊 东京总是行程过路 东京也有很多名声古迹啊 像什么 皇居啊 是吧 前草啊 因为东京我记得 有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有个寺庙 叫什么雷门嘛 那个叫什么 京山寺 那个叫前草啊 前草是故行一条街 嗯 还有东京 还有一些什么神社啊 还挺多的啊 东京还是 挺转的地方 东京还有什么 早稻田大学啊 东京有什么 还有东京的那个 叫啥 天空树啊 东京电视塔 东京好像也造了 在 什么自由女神的像啊 东京可能也有很多 可能转的地方 还有一些什么啊 东京那是 我们在东京转的不多 主要在这个京都和大阪 转的多 京都也有很多 都好的 像清水寺上 但东京也有些地方 一下银座啊 要去一下 银座吧啊 新宿银座啊 这些地方都是繁华之地啊 还有歌舞伎 什么什么 一条街嘛 什么 那都没有去过 到门口京都了过 反正因为这个 整体是美国 现在整体是西方世界 就安格鲁萨克逊 的啊 为主 就美国的 这个就是美国的都市 占两个洛杉矶的 世界娱乐制度啊 你想想 好莱坞啊 迪斯尼啊 都在 好莱坞啊 都在那里 洛杉矶啊 什么星光打道 比佛丽山光啊 是不是 什么世界的文化 软实力就要看洛杉矶 当然纽约也部分 但是主要是电影之多 输出 对外输出的 主要是在洛杉矶 啊 洛杉矶有很多 很好的一些景点 有个 迪斯尼乐园呀 尼克松图书馆呀 还有什么 亨廷顿花园啊 啊 还有很多的 这个名校 就是洛杉矶分校 UCLA洛杉矶分校 博克力分校 博克力当然在那个 北加州呢 还有一些什么 南加州大学 还有些 小东京 小西贡 还有什么 洛杉矶的中华街 洛杉矶还有什么景点 洛杉矶还有什么景点 洛杉矶的现代博物馆啊 啥的 还有洛杉矶的附近的 圣基亚哥啊 不许多有那个什么 好像没有 洛杉矶还有一个叫啥 他一个 University Studio 黄金允城 附近的圣地亚哥啊 他也不远 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还有那个 C World 海洋事件 啊 总之这个洛杉矶的话 我觉得就是 世界四大都市 要把洛杉矶加上 而洛杉矶的人口的 也是洛杉矶分布的 也很开 但是洛杉矶 比较近纽约来说 没有那种都市的感觉 是吧 洛杉矶主要就是 让你感觉是 整个一个区域 我觉得不像个什么 所谓的什么城市 像一大片 城市平房区啊 像个大农村一样啊 但因为这可能跟加州 多地震 有些关系啊 洛杉矶所在的加州 也是非常美国 非常富庶的 是美国最富的一个州啊 他的人均 他好像是州的富裕 程度超过沙特 如果把他单独摘出来 放到全世界的话 可能他都能排钱 排不了钱 我的话也是第六 差不多跟法国的经济 实力相当啊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就总结着按我的 按中国人的一种说法 什么都按排列出 四大什么什么 四大的命骨骨骨 四大美人啊 什么四大名著的话 那世界的四大 主要的都市 四大最重要的都市的话 就是纽约 伦敦 东京 洛杉矶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放到这里啊 今天我们做节目 比较轻松了啊 反正比较轻松愉快的 以后我们风格 也跟轻松愉快的关系 也是主要的基调啊 大家的放松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点赞转发与评论啊 最主要的还是要订阅啊 欢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再见啊 欢迎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